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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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依序进入考场 一旁老师替学生教打气 国中会考 20号登场 基隆考区考生有2701人 基隆考区我们设置了基隆高中 基隆女中跟海大副中三个考场 今年总共服务了2701位考生 我们今天在基隆的考场 最主要有六个国中 包含建德 包含明德 包含定内 包含暖中 等等的学校 基隆高中礼堂内 考生把握最后一点时间 复习再复习 今年疫情趋缓 口罩令解除 没有强制规定要全程戴口罩 不过学生们似乎习惯了 都戴上口罩 而今年开放家长可以陪考 但现场家长并不多 戴口罩很温 然后被他专心 冬立强睡觉 口罩拿下来 比较好考试 比较能专心 还蛮幸运的 怎么说 就不用戴口罩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就比较 比较舒服 比较舒适 因为大家也 就是可能有过 过去两年没有陪考的经验 小孩子表现也都还不错 那家长也会比较放心 那其实现在学校的准备都很充分 那我们也会随时跟导师群 也会随时跟家长保持联系 市长加持哦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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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长谢果良一大早前往金融高中 考生休息区替学生交打气 也感谢各校陪考老师提供考生服务 看这些学生大家都这个准备就绪的感觉 那我们感到非常的温馨 那就是希望学生都有一个好的考试的成绩跟结果 那希望这个家长跟学生 我们都已经尽最大的努力来准备会考了 那对于考试的结果 我们抱最大的期待 希望大家有平常心 那也希望孩子们都有一个好的成绩 现在疫情呢虽然虚缓了 但是呢我们还是一样呼吁考生 还有家长们 针对于防疫的措施 我们仍然希望能够坚持 一方面是最近的一些感冒也还是蛮流行的 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为了保障所有的那个考生的一个健康 所以呢学校端也针对于防疫的措施 有包括我们还是有持续的提醒孩子们可以戴口罩 那另外呢还有消毒液的部分的准备 另外呢也期待家长在孩子们出门的时候 也能够去测量孩子的体温 或者是孩子的一个身体的状况 那务必呢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健康的考完试 那最重要的是发挥我们的平常心 得到我们最好的一个实力 然后也得到我们最棒的成绩 如果身体不舒服或等等 也可以跟我们来做这个请求协助 那我们会给他最好的一个服务 那另外家长的部分呢也是 如果基本上我们家长如果有身体不舒服的状况 也请麻烦能够配合 就不要入校 那我们会提供很好的一个考场服务 国中端也会 那我们跟国中端也会做好很好的联系呢 让所有的孩子获得最好的照顾 为了让考生能够很顺利的 参加这个国中会考 然后基中还有其他两所学校也特别的 像基中是设置的礼堂 然后其他学校是设置的教室 让学生在休息时间能够有充分的休息 还有家长的部分能够陪考 让小朋友能够更安心 这个都是我们学校很贴心的服务 受到少子化影响 基隆会考 应考人数逐年下降 近四年从3066人 今年下降只剩下2701人 每年下降100到200人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